有些人會問我看風水 看看家宅有沒有靈異事物 都會問我沒有天冷通 你說叫我看風水 就有的 你說他去到看家宅 又用天眼通去看那些靈異東西 就沒有的 有些人是有這種特異的功能 是有的 我一看他八次 我都知道他其實會是看到 看到那些靈異東西 有的八次有信息 是看到那些人容易接觸到那些東西 甚至乎看到的 新居不聚財 難道跟靈體有關 我都試過一次那個案子 有娘夫妻 找我看家的風水 當年他之前一定發生了一些事 那個客人一定在家裡接觸到 遇到一些很怪異的事件 看了風水之後 我也是用風水角度 和他那個名格 配合家的家居風水 就計算到他去年是發生什麼事 去年哪個月份是什麼病 他會入醫院洗錢和破財 這個純粹是這個 原學風水加命理去計算 就關屋家賺有沒有靈異東西 最終你說 看了風水之後 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可以改善了家居有靈異 應該就沒有辦法了 但是你說有沒有什麼解決方法 會不會黏到腹 做客法 做場法事 解決得到呢 做法事都可以的 但是這樣說 他是租的 租客也不關他事 做法事 如果真的有靈異東西 又解決不了 本唯一的辦法 都是他搬 就你搬 有些人是 有桃花的 但因緣 真的會很薄弱 他不搬的話 就真的會 孤零零一個 去年也試過幫客人在家 放在土發震 年尾都發震多了